字幕提供 由手袋唯一喜歡都是車 我不會說喜歡買手袋、鞋、衣服 我永遠想上班去哪裡 總之車子在我身邊就有安全感 我比較喜歡操控機械的感覺 所以就18歲我會馬上考車牌、考船牌 當時在美國是考自動波牌的 不是考棍波牌的 當時這位男朋友就隨我買了一輛棍波MX5 他教了我一個怎樣駕棍波 就迫我在美國駕上加拿大 那次我已經考了車子 全部都是棍波 因為始終棍波車 好像左手左腳多一點工作 然後再買一輛棍波車 我又未駕過H車 又未駕過頭輪車 那便駕一下EP3 當這輛是腳車 但久不久駕自動波 駕到悶了都會想有棍波車玩 真的好玩很多 全世界都是覺得女生不懂駕駛 他們已經標籤了女性 手腳不協調 駕駛特別差 說撞車就一定是女司機坐 那樣 我覺得可能很多女生都會騰雞 變成有什麼事發生 她可能不懂得反應 或者反應得不夠快 香港最沒人是太多上飛機了 也不關其他人的事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 沒有顧慮地周圍走 一來有太多車 我這一輩子不可能不駕駛車 即使你勾駕我的腳 我都會找一輛不用踩油門的車去駕駛 我都會找到這裡 我會找到這裡 我會找到ед 我們剛剛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